新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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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也太辣了吧 这个是热的吗 我以前超级喜欢吃鲜鱼 真稀哦 哇 这也太好吃了吧 新鲜鱼 新鲜鱼 无法新鲜 我现在想一遍 我吃完这个 我金鲜鱼 我现在不用吃东西了 你觉得成都什么 是比别人上最深刻的 没吃 这有兔头吗 成都的兔头真的很好吃 说了兔头也爱了 其他都没有了呢 过亏吧 不敢相信 我现在有错了一个过亏 完蛋 不要太开心啊 其实差不太多 我觉得 可能没有那么的麻辣 它更多的是香辣 好吃吗 太好吃了 好吃了 好吃 这家的还不错啊 这家的是那个 它把那个做成那种甜甜圈的那种形式的 但是呢 它不是甜的 它是咸的 它用那种酥皮一层一层一层 对了一个甜甜圈出来 然后上面居然是辣椒面 嗯 没有很多特色 对 非常的有 有 四川的特色 嗯 还挺好吃的 咸的还是辣的 当然 咸辣的呀 咸辣的甜甜圈 是不是四路好以来 就没有在成都家乎的样的麻木 当然 没有 这个不一样啊 跟之前一样麻木的感觉不一样 啥不一样 都一样 都是脚子纹路 但是之前应该不会 关注到周围的一些 人啊的反应 现在不然 我现在也不会关注周围人的反应啊 因为都没有人 哈哈哈哈 嗯 那个 豆花 甜的行的 就是甜甜的 不是甜的 我们吃甜的 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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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甜的 就是红豆的 那应该是原味的 都甜不些 但是 这好像跟重庆的 这个 豆花也不太一样 重庆的有白豆花 然后蘸酱吃 这个是什么 豆花 这应该是 对 咸的 就这个是甜的吧 我觉得 重庆的更重一些吧味道 更加的 浓郁 成都的就是 香辣 嗯 其实没有太大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区分 但是我觉得 呃 呃 更适合就是看每个人自己的口味吧 嗯 可能对于 呃 就是对于 火锅 就是怕辣的人的话 我觉得可能成都的会 嗯 适合一些 但是喜欢那种重口的 或者是对火锅深度爱好者 可能重新火锅就比较对味 就因人而异啊 都是好吃的 哎 怎么今天没有啊 在哪儿 在哪儿 哪有啊 哪有折耳根 不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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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发热啊 这个 这个 折耳根 这 这个 不是啊 这个脆脆 折耳根的叶子 就是根筋跟叶子都挺好吃的 爽口 凉拌折耳根 容苏 这是肉 鸥豬吗 鸥豬 鸥豬肉的研究 我觉得真的是 好别人 你知道鸥豬肉 其实很难做 嗯 因为鸥豬肉 真的很好 它这肉啊 做不好 很柴 然后鸥豬肉呢 就会很奇怪 因为鸥豬肉呢 衣兜 尘土 做这个 做的真的是挺好的 好辣 因为我太久没有吃辣了 哇 也太辣了吧 冰粉 冰粉 冰粉也好好吃 我觉得成功的冰粉真的很甜 这每一家都很好吃 穿鱼这边就是冰粉 凉虾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是吃 冰粉凉虾 冰粉凉虾 五毛鞋 五毛鞋也玩 好感动 太感动了 辣的我 眼泪 横飞 我们最可爱的兔兔 最可爱的兔兔 辣死了 小时候来过很多次 小时候来过很多次 去过那个四川大剧院吗 以前没去过 但是以前有去过天府广场 然后有在 有在天府广场看到过 天府广场对面那个叫什么 四川科技馆 科技院 科技馆 看到过四川大剧院和四川 四川大剧院 这拉到我舌头已经不像 四川大剧院和四川科技馆 但是呢就 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 会在四川大剧院 然后演画去 所以还挺 挺神奇的 就做梦一样 其实我还挺喜欢在街上走的 很喜欢 就很喜欢 喜欢散步 我觉得是 可能跟 川渝这边的人 对生活的那种 享受生活吧 我觉得是一种生活的乐趣 就是散步 以前在家也是吃完饭 爸妈就会一起散步 然后就跟他们一起散散步 在江边什么的 所以就觉得 好像是一种很 很生活的东西 就好像吃完饭就要去散散步 然后在街上走一走 然后空气也湿湿的 然后 一年四季都是 绿色的树 然后非常的茂盛 就是 一切都很自然 自然的发生 都非常的日常 我觉得大家都很 很悠闲 还挺舒服的 其实 昨天天台的风 有什么时候来吃 嗯 那个天台挺不错的 可惜在最后一天才发现 哈哈 长沙有什么好事呢 长沙 小龙虾 哈哈哈哈 长沙的小龙虾可是真的是 一绝 他改变 他有没有 跟他游omm 优优独播 二视时候